亲爱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乔哥 今天您可得饶了 现在到了吃小龙虾的季节了 春哥今天就分享一个 小龙虾的做法 众所周知小龙虾这种食材非常的脏 但是说你处理好了 你前期的出压工做好了 吃它就没事了 有的朋友 处理小龙虾是怕夹手 春哥先教你一招 把这两个爪 给它按住 朋友们看见没有 把它这爪剪掉 剪掉一边 本身那爪上也没有肉 这回它就不夹手了 看见没有朋友们呢 小龙虾的头部有一个凹壳 从这块剪掉 直接把胃囊就会剪下来了 大家看见没有 胃囊是非常脏的 不可以食用 虾脑 是可以食用的 然后咱们这把虾线 给抠出来 一拧 这也是非常脏的 里面全都是凹的给 然后再把虾塞扣掉 虾塞咱们扣更方便呢 虾塞告诉你啊 把小龙虾的一些小细爪 给它按住 看什么 这一薅 这就下来了 这虾塞 是非常脏的 刚才没有看清的朋友 春哥再给大家伙演示一下 首先把小龙虾给它抓住 然后把这 一边给它搅掉一个 然后虾头 搅到 这个凹壳这块 用剪成这么一袋 看什么朋友们呢 一袋 这胃囊就直接就带下来了 然后虾的尾部 看什么 从中间这个尾部 咱们 着拧 又拧 往处一耗 看见没朋友们 这就耗出来了 然后 抓住小龙虾的细爪 这根手呢 要摁住头部和尾部 这么摇一摇 左右摇一摇 哎 下来了 看见没有朋友们 全部搅干净之后 咱们加入清水 这把虾尾部 用下刷 给它刷干净了 咱们自己家里边吃就得整干净了 你要上饭店或大排档里边吃 春哥实话告诉你 不但有人给你这么收拾 他没这工 没这时间 要是买点小龙虾 在家里边吃 像春哥这么做 多干净啊 吃着也放心 对不对朋友们 有很多朋友都说 做水龙虾要是说不辣 那就没有灵魂 但是春哥媳妇 不能吃辣的呀 咱们今天呢 就做色农小龙虾 所以说呀 食无定位 适口遮针 是你做小龙虾 你不辣没灵魂 但你做辣的人不吃 吃不了 那不也白达吗 是不是朋友们呢 所以说适合家庭 适合自己 就OK了 什么灵魂不灵魂的 爱吃就完事了 好吃就OK了 但是今天春哥说啥的给你爆黑料 为什么都说小龙虾不辣没有灵魂呢 春哥敢保证 没有一家饭店或者大排档 能像春哥处理的这么干净 你问问他 他家的小龙虾 他敢做清蒸吗 他敢做色农小龙虾吗 春哥跟你说的心里话 按照春哥这么操作 你怎么做他都不太行 这就叫什么呀 细节决定成败 接下来呢 咱们再进行最后一步 也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咱把虾背 就这么搅个口 这样呢 咱们做的时候会更加的入味 然后呢盆里边加入清水 把小龙虾再洗一洗 这是我们洗的师傅 千万不能这使劲抓了 吃点劲啊 就是清廉的 就把虾黄洗掉了 咱们清廉这么洗 好咱们洗两遍就行 小龙虾春哥已经清洗两遍了 视频到这里呢 小龙虾的前期处理 就全部完事了 接下来咱们就开始制作 首先咱们准备大蒜 咱们剁的蒜沫 然后把大蒜剁成蒜沫 咱们大蒜先趴一下这 然后这剁吧 比较容易些 更快一点 更省时间 大蒜剁成这种颗粒状就可以了 然后咱们先放到玻璃碗里 然后咱们加入清水 把大蒜投洗一下 最近呢有的朋友给撤个实信 在家里边做蒜蓉小龙虾 为什么会发苦呢 春儿告诉你啊 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 大蒜你没有用水去投洗 有个朋友担心说大蒜用水投洗 那蒜味不就没了吗 春儿哥说你别抄着心啊 把心抄在别的地方 这地方你别抄心了 大蒜你投洗完之后 它也不会没有蒜味 投洗的目的是为了 把大蒜那个汁水 给它洗出去 要不大蒜你砸完之后吧 还容易火 然后呢 哎呀 还容易发苦 这是关键 必须得投洗一下 然后啊 咱们用密罩的 给它漏一下 然后把水分呢往处压一压 然后咱们再切点姜末 好 切好先放在码豆里边 过烧热 咱们加入一勺菜籽油 把菜籽油烧热 烧着毛鸭的状态 咱们下入小龙虾 咱们把小龙虾先煎炒一下 这样不仅能去掉虾的腥臭味 还能增加虾的香味 而且看着颜色呢 成鲜红色 非常的有食欲 然后送锅边 喷点高度白酒 挥发蒸香去腥 把虾全部炒制成鲜红色 咱们倒置控油 炒锅刷洗干净之后 咱们再加入少许菜籽油 再来点调料油 这叫混合油 然后咱们放入蒜沫 蒜沫咱们放入四分之三 咱们留四分之一生蒜 做蒜生小龙虾呀 必须得用金银蒜 把多一半的蒜炒制成金黄色 有点把蒜炒干了 然后再下入生蒜 这样蒜的香味 还有蒜味 都能融合到一起 使蒜香味会更加的浓郁 更加的柔和 大家看起来不 把这蒜炒制成淡淡的黄色 水分炒干了 炒香了 这时咱们再放入姜沫 还有之前剩下的四分之一的生蒜 生蒜和熟蒜混合在一起 使蒜的味道会更加的柔和 如果能吃辣的朋友 这时候可以适当的放一匙的黄椒酱 不仅提颜色 而且辣味也非常的足 然后放入小龙虾 来 加入一罐啤酒 冬菇酱油 冬菇酱油 咱们加入20克 提味提鲜 胡椒粉3克 去腥蒸香 增加符合味 精盐3克 调底味 白糖2克 提味提鲜 鸡精3克 提味提鲜 汤烧快之后 咱们改成中火 然后盖上锅盖 炖煮8分钟 倒点了 咱们打开锅盖 看看什么样 这汤汁 它稍微有点稀 这时候咱们这把火调大一点 把汤汁收紧一些 这样味道会更加的浓郁 饭店也好 烧热店也好 做龙虾的时候 最好是做两种口味的 一种是麻辣口味 一种是这种蒜香口味 你来吃饭的客人 有的人不能吃辣的呀 就吃这蒜香味来了 所以说这道菜呀 真值得大家去收藏 大家看见没有 这汤汁有点紧似的 有点炼乎的 这样咱们就可以出锅盘了 咱们把龙虾给它码上 家里边住咱也得码上点 来人来人去 啥的多有疑似感 看着多有档吃 是不是立着 再把蒜汁往里边一揪 咱上面再撒点小葱花 点缀一下 朋友们小龙虾做好了 春哥你先对大家伙品尝一下味道 这种小龙虾怎么吃 春哥告诉你呀 先说脑的 把香肠的味道锁得安静了 太爽了啊 春哥这下背部不久了 火口是吗 朋友们啊 非常入味 如果大家伙你要信得着春哥 你就按着春哥的方法去操作 他不好吃 咋的一点的 真好吃啊 春哥不骗人啊 真好吃 视频到这里 一条蒜蓉小龙虾就制作完成了 如果能对大家有一点的帮助 希望大家能给春哥一个免费的赞 支持一下 再次感谢大家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